与郭富城分手数月,熊戴林又结新欢 法国当地时间9月25日 内地演员陈浩携绯闻女友前天王嫂熊戴林 参加2014巴黎春夏时装周 近日,与熊戴林绯闻闹得沸沸扬扬的演员陈浩 虽然一边否认传闻,一边扔与熊戴林情侣荡班 双双硬腰一起到法国巴黎出席某品牌春夏发布会 眼见二人在巴黎的一举一动 受访时又亲密绕着手一起接受访问 处处露玄机 令人觉得二人肯定不只是凡凡之交的那么简单 对于熊戴林全新亮相 网友纷纷送上祝福 支持熊戴林 丢了芝麻捡了个西瓜 祝福他俩 现场有记者问熊戴林 来巴黎是看谁的秀 陈浩爽快回应说是看他 旁边的熊戴林随即展露笑容 陈浩更表示大家第一次来 一定会相约一起购物 陈浩和天王嫂照片一经曝光 网友迅速围观 但也有细心网友发现 这很可能是一轮炒作 因为有关陈浩的文章提到 这次巴黎时装秀的工作结束后 陈浩便将马不停蹄回到北京 拍战争电视剧《勇士之城》 另外陈浩联合徐杰儿 孔二狗 王里丹尼等主演的爱情喜剧电影 《光德棍》将于今年11月上映 据悉 陈浩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表演导演本科班 建议正式签约英皇星逸 娱乐九九 掌理报道